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淡雅的菊花和微甜的山楂干这样搭配 真的是太厉害了 每年进入秋季过后 我都会给家人们做上一些 像我这样做一次就可以喝上一个秋天 真是太棒了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25颗菊花 放入碗中 往里面浇适量的清水 用手按压一下 使它们都能够浸泡到 它清凉口味甘甜 更加适合干燥的秋季食用 我们先用清水把菊花泡透备用 接下来把45克的山楂干倒入碗中 先倒入一点清水把山楂干打湿 再加入适量面粉 用手抓拌均匀 山楂干在晾晒的过程中 很容易吸附一些灰唇杂质 面粉的吸附性比较强 可以把山楂干清洗得更干净 山楂干的杂质比较多 我们一定要多洗一会儿 这样才可以把它彻底清洗干净 抓洗过后 倒入清水把表面的面粉洗掉 再换水清洗一次 洗好到肉勺里控水 再把它放入锅中 再倒入200毫升的饮用水 把山楂干先煮一下 可以激发出它的营养成分 盖上盖子煮5分钟左右 这时候我们的柑橘花已经泡好了 我们把它取出来 把它花瓣拌下来 只用到它的花瓣 这样鸡干净又避免花粉 现在我们的山楂已经煮得差不多了 把菊花倒进去 再加入一勺白糖 接种铲子不停的翻炒 要把它的水分彻底炒干 这样储存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请您点赞和转发鼓励支持一下哦 每个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了 炒成像我这样就可以盛出来 把它装进一个无水无油的容器中 装好后先把它放凉 再把它放入到冰箱冷藏 水喝水取非常方便 山楂干和菊花的营养价值都非常高 山楂干不仅含有多种维生素 还含有山楂酸和果酸 每年我都会给家人做上一些 可以喝一个秋天 在喝的时候我们取出一勺放入杯中 再倒入开水冲泡 它口感酸甜非常美味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秋天的时候喝上一点全身都暖暖的 记得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哦 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谢谢大家